演绎中,关羽得知大哥刘备下落后,不惜放弃荣华富贵,挂印封金,保护着两个嫂嫂前往寻找大哥刘备。由于关羽是从曹操的老巢许昌出发的,前往河北沿途需要通过武关。幸运的是,关羽经过千辛万苦,在斩杀六元曹将后,顺利通过武关来到古城和张飞相会,暂时脱离曹操的势力范围。 实际上,关羽通过武关。有很大的侥幸,万一武关守将下令万箭齐发。关羽一行人断无幸免的可能。那么武关守将只放了一箭,为何不下令万箭齐发?乱箭射死关羽呢?依据演绎中相关内容,分析如下。 其一,曹操没有罢免关羽。关羽还是大汉的汉寿庭侯。在白马之战和严金之战中,关羽为曹操出战。斩杀炎梁和文筹两大上将,立下不是之功。被曹操奏请汉先帝留邪封为汉寿庭侯。 关羽离开时,多次求见曹操和张辽魏国。于是挂引封金,不辞而别。但关羽是单方面辞官,曹操并没有罢免关羽。因此关羽还是国家的汉寿庭侯。武关守将如果见了关羽,还得下马行礼,说一句参见侯爷。如果这些守将不分青红皂白,放箭把关羽射死。犯了大罪,可能丢官罢绝,甚至性命不保。 其二,曹操没有下令杀死关羽。武关守将不敢下死手。关羽被围困土山,经过中间人张辽斡旋。和曹操达成三个约定,暂时归顺曹操。 关羽的第三个约定是关羽将来得知大哥刘备下落。他给曹操立下战功后,随时都可以离去。曹操不得阻拦。现在,关羽终于知道大哥刘备的下落。 他于是离开许都,前去寻找大哥刘备。曹操追上关羽之后,本想劝说关羽留下。但关羽去意已决,曹操只能眼睁睁看着关羽离去。 对于关羽的离去,曹操不置可否。既没有下令各路关口守将阻拦关羽,也没传达给各路关口守将放行关羽。 到底曹操真实的想法是放关羽离开?还是斩杀关羽,曹操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? 如关羽一行人来到东岭关时,东岭关守将孔秀按照惯例,询问关羽有没有丞相曹操的过关文凭。 关羽回答没有。孔秀说道,既然没有丞相文凭,那么等我派人询问丞相过后再放行。 关羽大怒,认为孔秀此举会耽误了他的行程。反正他立刻就要过去。 孔秀又退让了一步。说你过去,那么留下家眷当人质。 关羽不愿留两位嫂嫂当人质。于是上去斩杀了孔秀,过了第一关。 后续的四关同样如此,关羽没有过关文凭。 这些守将不敢擅自把关羽放行。如果那样做,曹操追究起责任来,难辞其咎。 因此,这些守将最恰当的做法就是让关羽等几天。 他们派人前往许昌请示曹操后,再放行。 如果五官守将不问青红皂白,直接下令放箭射死关羽及甘米两位夫人。 万一曹操怪罪起来怎么办?曹操一定会将他们当替罪养给杀了。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,五官守将中一个人都没向关羽射箭吗? 自然不是,五官守将曾有人放箭。 只是他瞄准的是关羽的手臂。 而不是咽喉,他并不是想要关羽的性命。 只是想制服关羽而已。 关羽在通过洛阳的时候。 洛阳太守韩服和牙将孟坦自知不能立敌。 于是定下计策,孟坦在前面和关羽交手。 韩服躲在后面放案件。 但是关羽武功太高了,追上孟坦,解决了孟坦。 韩服勉强射出一箭,射中关羽左臂。 但是关羽不是一般人。 他强忍着伤痛,骑着赤兔马上去,将其斩杀。 韩服放箭,虽然射中关羽左臂。 但无济于事,照样被关羽斩杀。 从中可知韩服并没有下死手。 向关羽致命部位射箭,而是向关羽的手臂射箭。 他的本意并非要射死关羽。 而是射伤关羽,进而生擒关羽。 由此可知韩服相当克制。 他是不可能下令所有弓箭手乱箭齐发的。 关羽在通过五关时,由于他还是大汉的汉手停侯。 同时曹操没有下令对关羽判处死刑。 五关守将便相当克制,只有韩服为了制住关羽。 向关羽手臂射了一箭。 而不是下令所有的弓箭手万箭齐发。 关羽因此逃得一命。 关注我。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。